69.香港相報2013年4月21日報章 此零二週日生活一言論命拜陳一言與庫罪少尼多學會適應交往方式生於1972年8月12日的胡小姐 從八字中充分顯示,你內心充滿柴節薄受風 你本身是個積極進取的人,遇到困難會主動想辦法去解決,但你也會清楚評估自己的能力,絕對不會強出頭 基於安全性的考慮,很多時都會把想做的事情各資料,別人看來,或許覺得你是個猶豫不決的人 甚至有點而反覆不定,八字上你是一火小草苗,需要很好的環境作潤浴,陽光、水分、泥土缺一不可 如果你生於一個美好的成長環境,會有不錯的成就,但事實上重運細看 你卻是個要跟生存環境打拼的人,年幼時沒有太多的好運降臨你身上 但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從2004年開始,你的魂勢逐漸上升 你應該明顯感受得到,從2009年至今,你都有頗強的事業運 如果2009年確然置業了,你會積存到一定的財富 但如果今年置業,亦無不可,但最好打燒炒賣的念頭 因為未來五年你並不能從房地產項目上取得多少利益 自主卻是無妨,供樓的話,不會因為財政問題而斷工 未來五年,財運上上落落,你一生不宜炒賣股票 財富乃累積而來,由於八字中大有聰盈,故每多突如其來的破口或虧損 風險大的事情不宜沾手,2019年之後,可考慮做點小生意,過小康生活並不難 或許你之前也去算過命,是的,由於夫妻剛衝刑相當嚴重 所以造就了不平坦的感情路,因爲易馬聲就震呼剛,而且被衝動 所以感情生活就像一匹野馬被抽了一邊此的,尋不下來 這種命格,每多嫁給遠方人,或自己嫁到遠方,過光目也應的意地生活 如果留在原地,則每每夫妻最少來多,感情疏落 不過你不會孤獨中老,只是要學習適應,無論是適應新環境 或是適應跟別人不太一樣的愛情方式,健康方面,防腐科病,子女不缺,可得兩子 陳一言,歡迎讀者提供八字批名 陳一言, at, gmail, dot com